先代表教会 欢迎弟兄姊妹 到溪水旁归正福音教会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恩典 谢谢大家来光临我们教会 今天我们的讲座呢 是跟教育话题有关 而且呢 我看那个来的肢体呢 也不少 声明的是大家呢 都是对这个教育这个话题呢 很关注 那我盼望主给我们信心 是为着主的缘故来关注 这个教育的话题 我们今天很荣幸 我们请到了张勇牧师来服侍大家 我呢先把张勇牧师呢 有一个介绍 张勇牧师呢有一个笔名 比他的这个真名呢 更有名 郭沐云 他有一个在网上有一个 郭沐云的半导体的公众号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那个弟兄姊妹呢 都知道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呢 也没有关系 你今天就可以知道 加上有很多的这个恩典在那里 给你存留 那么由那个张勇师来分享 这个关于教育方面 尤其基督教教育的这个话题呢 真是非常的预备的 真是很好 因为他自己本身原先的这个职业呢 就从事教育工作 他在大学呢 教过书 现在呢 也在那个教会呢 来全职的募会 并且呢 他们教会本身呢 也在从事基督教的教育 而且呢 是从原先的一般的这种圣经教育呢 转型到基督教育一点教育当中 因此呢 有很多的经验给我们分享 另外呢 还有一个令人特别欣喜的 就是说张勇牧师呢 真是健在充满 他有四个孩子 三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所以说我们是今天聆听一个四个孩子的父亲 又是教会的牧者 而且呢 原先的和现在在教育 在基督教的这个教育 正在进行的 事工的这样 教育工作者呢 给我们分享基督教的话题 愿主真是来高抹他 来使我们大家都一起蒙福 我们欢迎张勇牧师 这个可以做了 非常的感动 这么多的弟兄姊妹 来到这里 也说明大家对这个话题 是非常的感兴趣 对吧 上午的正道理也提到 当你纠结在学校里 孩子到底要不要填写 信仰登记表 写基督教呢 要不要不佩戴红领巾呢 这个问题的终极解法是 不去公立学校 是吧 所以呢 我们需要来回到一些更根本的问题 需要从一种各种前提的角度来看 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的根基 是不是站得住 下午呢 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题 是叫做基督教古典教育 以前曾经据说有一个记者 采访了一些群众 然后呢 问他们 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 他分别采访了 一个美国人 一个非洲人 和一个新加坡人 他问的是 请问您对世界粮食短缺 有什么个人看法 这个美国人就说 什么叫世界 你知道美国人是非常美国中心的 是吧 不太知道世界外边的事情 那个非洲人就说 什么叫粮食 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 为什么说新加坡人 是为了不说更敏感的一个国家 是吧 新加坡人说 什么叫个人看法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对世界粮食短缺问题 有什么个人看法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有人不知道 什么叫世界 有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粮食 有人不知道 什么叫个人看法 所以同样类似的 当我们今天下午来分享说 当我们今天下午来分享说 基督教古典教育 请问你是比较对 什么叫基督教 有问题 还是什么叫古典 有问题 还是什么叫教育 对不对 这三个词放在一起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蕴含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这可能是下午我们要来讲的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是假设大家都是基督徒 因为你如果不是基督徒 你要来听基督教古典教育 这个可能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假设大家是基督徒 那在基督徒所熟悉的 我们的经典圣经当中 有关于基督教教育 甚至叫基督教古典教育 这样的定义吗 这是我们一定要来先去 正本清源的 对吧 我们需要了解 我们所做的这件事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那索性 这个根据 其实在圣经很早的一个部分就有 在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里边 这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它是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很熟悉 对吧 这样的一个经文 每个人在读的时候 会看到不同的重点 一个特别关注神学的弟兄姊妹 可能他在这里边 第一次发现了三位一体的根据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对不对 神以复数自称 是吧 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 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在意 这里边有神学的意义 还有其他的意义 我比较在意的是 这个里边 他有一句话叫 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然后我的小组里 有一位辽宁的姊妹 辽宁人说话的有口音 就是照和造分不清 我每次就请他来 把这些经文给我背一遍 他就会说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我觉得好开心 就是那种开人家玩笑 可见人随着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阶段 你看圣经 你会找到不同的重点 对吧 也有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get不到重点 是吧 但是到今天 我们再看这段经文 经过了一些成长和学习 我们发现这一段经文 其实重点呢 除了有刚才提到的 三位一体的因素 但显然这里重点 是在说人的问题 是吧 是人应该干什么 这里给出了一个人论 就是说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这一点就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是进化论 影响长大的 你可能听过一个人的定义叫高级动物 对吧 如果你看过一点古希腊的一些书 里边也曾经对人有这样一个定义 有很神奇的定义 说人是唯一用两条腿行走 但又不长羽毛的动物 两条腿行走的一般是鸟 对吧 鸟是有羽毛的 那么两条腿走又不长羽毛的 这个动物 你听起来很粗俗 但一气想的话 竟无可反驳 是吧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但是只有圣经说 人的定义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这个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们基本上可以按照西米信条的 小叶勒问答的第三问来 给出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上帝有他可传递的属性 比如他的理性 他的怜悯 他的慈爱 公义 上帝也有他不可传递的属性 他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等等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至少那些可传递的属性 就在某种程度上传递给了人 那些不可传递的属性 恐怕人并没有 或者说至少没有那个同志上的那个有 最多有形式上的相似 所以说人的形象和样式是一个很整全的概念 是像神 但又不等于是神 对吧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那无论是哪一种的说法 对于这个形象和样式都能够有这么一个基本的统一的看法 就是 人有敬拜的需要 我们说的这是人不是动物 动物也是神造的 但上帝没有说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动物 对吧 所以你要必须区别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有一些是只有人有的 而动物没有的 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 刚才说第一个 人会敬拜 你发现动物他没有这个敬拜的需要 他不会要是拜谁这样子 对吧 不会要去崇拜谁 第二个是人有团契的需要 人有团契的需要 这就和刚才提到上帝的我们很有关系 我们 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在没有创造人之前 他本身就是一种团契性的关系性的存在 所以说人也不可能去孤独的生活 人也应该也必须是在一种团契的一种关系中 才能够来完全体现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这是第二点 他有团契的需要 第三点 他有道德的约束 动物他没有 你看到一个狼在吃羊的时候 你不能指责说你这个狼冷酷无情 你这个狼怎么可以这样的吃他 他不吃他不就死了吗 他的道德就是他得吃他应该吃的东西 你给他天天吃菜 他也就死了 是吧 他必须吃肉 所以在动物界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对吧 但是如果你以进化论的心态 说人要跟动物学习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那动物确实没有道德可言 这件事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危险的隐身 就是人也没有根本性的道德需要 所谓的道德需要也不过是延续生存 延续基因的一些取巧的办法 这就是进化论给这个时代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之一 以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 这个名称臭掉之后 其实你还是以某种变形的成分 在各个的一些版本中看到这一点 没有绝对道德 道德是人的约定 这样子 我们相信这不属于上帝的意思 因此第三个方面 人的形象和样式来自于上帝 一定包括他有道德的约束 第四个 他有理性的能力 理性 这种能力 动物是没有的 你说那也不是 我看那个马西坛小狗也会数数什么的 你不给他喂狗粮 你看他数不数 所以那个不等于人的这种理性逻辑推理思辨的这种能力 对吧 所以我们说肯定还有别的选项 但是基本上我的观察来讲 这四点是各种神学的学派 各种的基督教的一些宗派 基本上都可以认同 人的形象和样式 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就叫做人 那他包括什么呢 又有神相似 又是只有人有动物没有的 第一敬拜的需求 第二是团契的需要 第三是道德的约束 第四个是理性的这种能力 这四个方面 所以人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全面的人 全面的人不叫德智提美劳全面发展 是吧 全面的人的意思就是能够第一 敬拜的需求得以满足 他敬拜真神 第二团契的需要他得以满足 他彼此相爱 第三道德的约束 他得以满足 圣洁尊贵 第四理性的能力可以满足 他智慧聪明 是吧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完整的人 这才是完全的显扬了三位一体神的形象和样式 这才是叫做小要的问答 第一问 叫做荣耀神 以他为乐 直到永远 你要活成这个样子 才是在荣耀上帝 当你以这样的形象 不断的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的时候 神的形象和样式 就不断的繁衍和变满地面 因此就在全地 见证了上帝的荣耀 对不对 我们就是他所生的 所以说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就代表了他 人类是上帝派在地球上的大使 我们这个教会都是天国大使馆 驻地球的这个大使馆 对吧 天国驻地球的大使馆 我们都是这个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 我们教会的日常工作 就是为了将地上的民发签证 送上天国 是吧 也将天国的理念传递给地上 偶尔也会关心一些地上的许多的那些公益的需求 当局长跑到领事馆来 是吧 也要看一下 这样子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这样的定义 当然 当然 话风一转 是吧 没有人可以思想全都满足 全都完美 特别是堕落之后 无人可以全都满足 堕落之前的亚当夏娃 基本上可以讲是满足的 他是敬拜上帝的 他是彼此相爱的 他是圣洁尊贵的 他同样是智慧聪明的 特别要提到最后这一点 他那时候是智慧而聪明的 很多人说 他是不是吃了智慧果之后 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术的果子之后 他才眼睛明亮了 才知道善恶了 才有了这些 其实不是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在那之前 他就已经亚当可以修理看守这个地方 就已经可以给动物命名 对吧 他就可以见到夏娃 他就作诗 你是我 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对吧 他也有语言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有智慧 很有聪明 他肯定已经是一个原艺学家 是一个诗人 是一个语言学家 是一个动植物专家 对吧 你能说这样的人 他不聪明吗 他是聪明的 所以智慧术的问题 不是说增添了他什么智慧 反倒是增加了 他不该有的一些巧技 昨天我在那个沙龙里 重点在讲这个问题 对吧 使他产生了一些 不该有的背逆上帝的 邪恶的智慧 那是另一个问题 但总之在堕落之后 没有人可以 这几个方面都拒绝 也就是人的形象和样式 都不同程度的被破坏了 也就是在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就在这个意义上 被不同程度的破坏了 用我们的话 叫做全然败坏 是吧 在各个层面 都被污染和破坏了 所以起初 上帝给人的这个命令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这个话 是为了将神的荣耀 传递在全地 刚才已经说过 后面讲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也是给了我们权柄 让我们去做这个事 但是你光有权柄 你是绝对不足以管理这个自然界的 你还得有知识 是不是 你得有知识 你不能把这个鱼 放在一个笼子里养 是不是 你不能把那个一定要飞翔的鸟 给它摁到了鱼缸里边 让它游泳 你这样做 它就会死 是不是 你的宠物 你的宠物狗 大金毛 可以在你的床上睡觉 你的小金鱼 他才在他自己地方睡觉好一些 是吧 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些事 你才能做这种管理的工作 而你想了解自然界 今天我们就称之为是科学 或者叫什么 人间的各样学问 是吧 这是你需要了解的 你想要真的彼此相爱 你也要有今天人之称为 社会科学的所有的这些知识 人和人怎么相处 所以我们经常在神学的意义上 把一章二十六二十八节 这三节经文 叫做文化使命 英文的表述叫做culture mandate 文化使命 也有一个翻译叫文化御令 御就是说 这个御前会议 皇帝的那个御 命令的令 文化御令 所以 这要多说一句 这个词是一个典故 是一个固定的术语 文化使命 culture mandate 不是望文生意 可以随便乱解的 我看到了网上也有一些 不太认同这个的弟兄姊妹 在批驳文化使命 他上来就讲 论语里边 孔子对于文化的定义 是什么什么 然后呢 文化在今天的世界 是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基督徒应该 只去传扬福音 不要关心这种世俗文化 搞什么文化使命等等 这样说 只不过显明了自己 真的没文化而已 是吧 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在批评什么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说 上帝的这个文化使命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人有这样的 义务 你作为天国的大使 有使命 有使命要去 把敬拜 团契 道德 理性 都去弘扬 因为这个代表着上帝的形象 将他在全地扩展 然后呢 管理 治理 这个自然界 你听起来 这个好像蛮好的 传播文明 但是我换一个词 你听起来就刺耳了 就是让你去全地执民 执民 你一听执民 你觉得这个词是 包一词 是中性词 是贬义词 在中国的语境下 是贬义词 因为你是被执民的 对吧 人家来的 但是你想想 早上我也提到五月花号 你想五月花号 跑到美洲去 那是干什么去了 打猎吗 有的词叫拓荒 其实就是叫执民 你知道吗 你在那繁言生息 治理这地 管理这地 传扬 生养众多 这不就是文化使命 说的这件事吗 这是每一个人 应该在地上做的事情 所以教育 古典教育 很重要的一些方面 就是先去证明 先把一些词的用法 先掰过来 比如说执民 到底啥意思 就这样 好 那么这种文化使命 又有一个重点 它出现在人类堕落之前 对吧 所以它不是说 你犯罪堕落之后的 一种补救措施 出现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 因此这是一种 永恒性的制度和要求 正如同婚姻 人要离开父母 二人成一体 这种一男一女的婚姻 是不是也出现在人类堕落之前 换言之 婚姻也是实现文化使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男一女 你不结婚 你怎么生养众多呢 对吗 你没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立约结婚的一个方式 怎么知道敬拜他的需要呢 你没有说生养了众多 有了很多子孙 别人也有他的子孙 你们的家庭与家庭之间构成社区 不构成这个人群哪来的这种彼此相爱的需求呢 没有在外边拓展去殖民去经营去种地去打猎 这个过程去建设 没有这个过程 哪有那种发展智慧和聪明的需要呢 对吧 所以你发现这个万物之首 人伦之始是来自于婚姻 而婚姻本身是在服务这个文化使命的 这是我想说的意思 对吧 是神的一个顶层设计 所以这个跟婚姻制度一样 是最之前 最进入世界之前就有了的一件事 是上帝对人的最重要的要求和诫命 所以当亚当他在伊甸园里边去修理看守 给动物起名字 取妻 其实某种意义上都在践行这个使命 后来人类虽然堕落了 但你也不能说犯罪堕落这件事 就取消了文化使命 你最多只能说 他把文化使命扭曲和延缓了 但是不能叫取消了 真正可怕的问题在于 人类犯罪堕落之后 他还是要结婚 还是要在那生孩子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还是在尝试要治理这地 对吧 只不过他的这些所有的过程当中 都已经有了罪的玷污 这就是救赎要到来的其中一个目的 他要将你恢复到起初 那个应然的状态 要把这个玷污了各个领域的罪 从全地除掉 因为上帝是整个全地的主 他是这个一切的宇宙当中的 每一个领域都有主权的这位主 没有一个领域是在他掌管之外的 上帝不是只被人限制在星期天的上帝 上帝不是只被人关在了教堂里的上帝 上帝对每一个领域都有主权 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使命和上帝的看法 所以犯罪堕落是延缓和扭曲了文化使命 但是没有取消 更没有中断 证据之一就是在挪亚之约当中 当上帝又跟挪亚重生这个约定的时候 就提到说 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 你们要生养众多变满的地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重生 但是变化在哪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都必惊恐惧怕你们 连地上一切的昆虫 并海里一切的鱼 都交付你们的手 你发现这里产生了关系上的破裂 动物开始怕人了 原先动物说 过来 我给你起个名字 你叫穿山甲吧 好吧 他说谢谢穿山甲 走了 现在不行了 你说过来 他过来咬你一口 是吧 或者他不过来 关系破裂了 继续说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书一样 堕落之前人是吃素的 不吃肉对吧 因为那个粮食这些东西是足够供应的 但是堕落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吧 也可能产量不足了 也可能地怎么劳苦 出产不够了 人也在增多了 人必须要吃肉了 你发现这又是一种破坏 是吧 又是一种破坏 唯独血带着肉 就是他的生命 你们不可吃 流你们血 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受试人 我必讨他的罪 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 文化审美的没有谈到杀人怎么处理 没有谈到人杀人 受杀人怎么处理 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当时没有罪 结果现在必须要讲了 就是杀人要偿命 下面一句话也很重要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这里再次重申人论 你不能杀人的原因 不是说杀他的时候 我觉得难受 或者杀他 我觉得都是同类 关系都不错 杀他干什么 不是 就是坏人 也不要去忘杀他 因为他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最后第七节 你们要生养众多 在地上昌盛繁茂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诺亚之约是在对文化使命重申 对吧 重申 普遍性的一个命令 但是里面有很多变化 也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 人的犯罪 没有取消上帝吩咐的文化使命 虽然他扭曲了 延缓了 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义务 你只要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 你就有义务去践行文化使命 特别是基督徒 特别是基督徒 结果今天的一种观点是 基督徒特别不应该参与文化使命 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所以我们要说 即便文化使命在今天的分类当中 大致上叫做普遍恩典 但是因为这个文化使命是来自于堕落前的上帝的命令 这个本身就已经说明 你抛开普遍恩典和文化使命 单单去追求一种自以为的狭义的永生 救赎恩典或者大使命 你这样做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涉嫌违背神的诫命 除非你认为神的命定和主权是可以随便改的 他说过的话可以随着你的犯罪就废掉了 那么当然不是这样 昨天我也在这个咱们的那个小聚会当中做了一个见证 我说我自己在刚刚信主的头几年 就是一个典型的 认为自己得了永生 真信 而且认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一切 所以我自认为得永生了 信主了 罪得赦免了 但是我的一切生活方式 与人相处的方式 与妻子孩子相处的方式 与教会弟兄姊妹相处的方式 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等等 仍然跟我从前活在罪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甚至还不如原来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光景 这些自以为有永生的基督徒 活得还不如世人 对吧 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原来跟世人没有两样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从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 归正是要全面归正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意识到 文化使命的重要性 到底体见在哪 因为如果说你起初在这 堕落到了这个地方 神救你 回到了一个跟伊甸园那个时期 差不多的样子 那难道从此你得了永生 就随意生活吗 你是不是应该接上 那起初被你中断和扭曲了的文化使命 那个就是神起初要让你做的事情 你应该继续做下去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立论的一个关键 所以正面来表述 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 里面的确当然是核心叫传福音建教会 但是这里并不可以把它做一个狭义的理解 说传福音就是个人不道 建教会就是说一个个职堂 实际上耶稣讲的福音 你仔细看那福音书里边的叙述 他一直在说这是一个天国的福音 对吧 是一个整全性的国度的概念 天国的福音 他传的福音从来没有脱离过天国的这个重要的定语 而文化使命在起初的设计当中 正是要在地上显扬天国的方式 就像一些神学家所说 显扬天国的方式就是将这个伊甸园的美好和范围不断扩大扩大扩大 乃至将它扩大到整个地球就成了一个伊甸园 一个乐园 这就成了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 我们所求的天国从来不仅仅是你上天而已 你要注意主导文所祈求的是 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 对吧 我们将来基督徒不是说生活在天堂里 而是生活在新天新地里边 对吧 神与我们同在 需要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 因此天国的福音就涵盖着一切 涵盖着一切神的主权所涵盖的范围 而那个范围就是所有的地方 因此这一切都是密不可分的 你不可能就像当年的苏格兰人和英国人 他在全世界开始开疆拓图的时候 比方他跑到印度 你不可能说我现在单单就传福音给你 你信上帝就好了 至于你们习惯于在欢庆什么 或者悼念什么 或者随便什么的时候 要把你们的寡妇烧死 这是你们的风俗 随你们去 我不管 你只要信主就行 我尊重你的风俗 可能是这样吗 这是彼此相爱的正常方式吗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吗 印度男人可以随意的就把他的女人烧死吗 所以当时的这个英国的这些 我说的当时的英国 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 对吧 那个时候是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的国力 和他们的道德水平 都是比较在巅峰的时候 他们在印度呢 实际上就是禁止印度人的这些漏俗 恶俗 也招致了印度人的抗议 印度人说 你们凭什么到这儿殖民 又宣教 还得干涉我们的司法自治 我们想烧死我们的女人 是我们的自由 是我们自古以来的风俗 英国人就说 我们英国人的风俗是 谁烧死女人 我们就把她也杀死 让我们各自照着自己的风俗 做事吧 这里的实际意思就是想说 基督徒有使命感 他认为正义有绝对性的标准 对吧 随意的杀别人就是不行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性向造的 即便她是女人 即便她是印度女人 即便她是不信上帝的印度女人 也不能随便被烧死 对不对 如果你不理解文化使命 你会觉得这英国人 的确多管闲事 粗暴干涉印度内政 是不是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心 我们的行为 都需要被归正和洗净 让我们脱离 我们从前的那种 语言暴力和话术系统 带来的伤害和捆绑 所以说文化使命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 大使命在这个意义上 更新和成全了文化使命 而不是废弃 更不是取代了文化使命 你要明白这一点 因为人带着罪 再去搞文化使命 的确很可怕 因为他会把这个有罪的基因 不断地传播下去 对吧 所以救赎了人 人以崭新的面貌 一个新人的方式 继续去践行文化使命 这就是天国的福音拓展的方式 我不知道我讲的够清楚了没有 这样的一个框架性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文化使命的定义 有好多好多种 好多的神学家和牧师 都对他有过阐述和定义 不过我也得指出 好像这些牧师 以改革宗的牧师居多 的确别的宗派的 不但不太关心 甚至于还反对 所以呢 我们 这个 我引用的这几个时间关系 我不想多读了 像什么斯提凡 威勒姆博士 什么戈兰博士 著名的提摩泰凯勒 这些人都说过文化使命 文化使命 比方说凯勒说的很有意思 他说上帝呼召亚当下巴治理全地 这叫做文化使命 这个呼召是让我们通过从事 在世界上的工作来模仿上帝的工作 这个呼召让我们发展一种 尊崇上帝的文化 并且建立尊崇上帝的文明 比如起初他要种植 是吧 你作为一个园丁 你不可能放任你的地 不管 你不可能放任你的园子 不管 你要做你当做的事 你需要把它组织起来 生产食物 供应人 其他的需要 同样 艺术的产生也是这样的 你用声音 用视觉 等等人类的体验的这种原材料 来产生艺术 来服侍到人 技术也是用这个物质世界的原材料 把它们组合起来 更有效率 医学也是重新组织这个世界的原材料 让人更加的好起来 甚至他还特别指出 虽然伊甸园是乐园 美好的一个象征和所在 但是你需要注意 上帝的旨意 不是让你退回伊甸园 我们总说要重返乐园 觉得就特别好 对吧 但其实你仔细想 我们的终极结局 是在启示录里边写的 那不是一个乐园或者田园文明 而是叫做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城 是不是 那是一种城市文明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大家生活在城市里边 有时候觉得很疲劳 速度很快 于是哀叹 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是吧 四川其实属于这个节奏 相当慢了 相当慢的地方了 东北也很慢 但是你仍然时候压力很大 我有时候看这个四川人民 真的好佩服啊 这种超级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看到网上一个照片 我都震惊了 好像是这边发洪水 结果呢 洪水泛滥的时候 四川人坐着搓麻 是吧 真的就在那个洪水泛滥 房子都快冲了 几个人就在那个水里边支个桌 谈笑风声在那边打麻将 就在那个渡口的旁边 有人给他这个图起了个名字 叫渡边麻友 四川人都是渡边麻友 但是我们说 他对城市觉得很抗拒 想要一种闲散的 可以随便搓个麻 早晨从中午开始 然后呢 中午这一天从搓麻开始 半夜结束等等 如果你是以这样的一个生活 很田园 很浪漫 作为生活诉求 这要了命了 因为圣经说的终极的结果 是一种城市文明 城市文明的组织 那个方式就完全不是农村 那个方式 不要把自己搞成中华田园基督徒 是吧 你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 荣耀上帝的基督徒 好 这些我们就不多说 包括傅瑞姆 这样的西敏的神学家 也是非常明确的讲文化使命 其他的意义 这个引文有机会 我们这个书正在印 印了以后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我就不念了 对吧 包括咱们王一牧师 他也讲过 他说文化这个含义 就包含了对上帝的侍奉 他说生养和智力 本质上都是对上帝的一种敬拜 换言之 文化使命就意味着 一切文化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 文化使命的实质 就是用敬拜来定义和更新文化 所以教育的内容和方式 也必须成为一个敬拜的过程 是对知识的学习过程 这个过程如果不是一个敬拜和侍奉 那就不叫文化了 换言之 他说非基督教的教育 不但是非法的教育 而且是没文化的教育 所以这样的都是在告诉我们 文化使命和人在地上要所做的一切 特别是教育之间那个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讲基督教教育 基督教古典教育 要先开宗明说文化使命的用意就在这 你一个教会如果不重视文化使命 你自然就会发现 他会说我们教会的是以大使命为核心 我们教会的目的是专门传福音 至于孩子送到公立学校 带个红领巾 那个无所谓 反正也不一定得救 要下地狱带就带 或者说要交调他什么 那就一定要先给他传福音 先让他信主再说 如果不信主 那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你有没有发现 类似于这种犯福音派 或者说犯进行会的这种思路 实际上就会 他的神学的这个根基 和对文化使命的理解 会导致他在实际的事工 和对基督教教育的事工的 支持的力度有不同 甚至不光是说这别的宗派 就是在长老会里边 改革宗的体系当中 也不是都这么认同的 也不是都认同文化使命 和都认同基督教教育的 你也有那些比较 另外的一种 改革宗 他是很反对 很敌视的 所以我们得提出这一点 我们要先说圣经 我们不说传统 圣经上到底 有没有这方面的支持 我相信刚才已经试着 做了一点阐述 所以有了这个根基之后 我们会说基督教教育 他从圣经来说 也是一个不断重申的概念 今天的时间当然有限 我们是一点半开始的 我会讲到大概三点 三点 不超过三点 因为时间太长 大家就会疲劳了 我们的剩下的一些内容 可以在问答当中来做 所以我会尽量的 以概述的方式 快速的去略过 好 基督教教育 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根据 大家都很熟悉 叫驶马篇 对不对 驶马篇 神明记的六章四到九节 这个驶马篇说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吩咐你的话 要记在心里 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你发现这段经文当中 有金律有银律 金律很明显 尽心尽性 既定尽性 对吧 银律 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 爱你的儿女 最重要的方式 就是把信仰带给他 也就是以信仰来教育他 这就是你爱他最好的方式 你要这样讲 这里面也有银律 这就要彼此相爱 对吧 也有内容 我今日吩咐你一切话 都要传下去 也就是这个圣经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 最基本的课本 对吧 你教育儿女 就是要把圣经传给他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 它是单单在谈 传福音和救赎吗 虽然这是主线 但这是全部吗 实际上圣经在涵盖着 救赎 法律 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农业 语言等等 好多好多的方面 对不对 它有一种足够完整的体系 它有一个足够无杂的那种 丰饶 能够让一个人 即便你一辈子别的书都没读过 你只读圣经 虽然这样我们不推荐 是吧 但是如果你真的一辈子 什么书都不读 只可以读一本书 如果你读毛选 那你就读成脑残了 但是如果你读圣经 你仍然因为他的这种丰富性和无所不包 你可以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很正确的了解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描摹 那个比例感和尺寸和格局是正确的 曾经以前有一些人 白左 觉得用圣经教小孩没问题 但是他想要的是 只用圣经里的登山宝训 或者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赐 只教这个 他认为有一些少儿不宜 有杀人 有奸淫 有说谎 是吧 有很多这种犯罪的情节的描写 对不对 所以他很想把圣经这些部分去掉 他要出一个结本圣经 这个听起来好像用心很好 其实很坏 就像我昨天也提到 路易斯就讲 说一本没有邪恶特征的书 就是一本最邪恶的书 一个没有邪恶特征的故事 就是一个最邪恶的故事 你告诉大家 小红帽跑到森林里边 全都是小白兔 没有大灰狼 你会把这个孩子害了的 对吗 你告诉白雪公主 并不会有人去欺负你 都是可爱的小矮人 你会把他害了的 以前看过一个英剧 好像叫黑镜 我不知道你们谁读过没有 里面有一集 他讲一个什么事 他都有点半科幻 但就是一点点科幻 其他都是现实的 他讲一个妈妈 从小特别担心 她的那个 她是单亲妈妈 带着她的女儿 她特别怕她的女儿怎么样呢 因为她曾经路过邻居家的时候 被那个狗 往往叫唤 把她给吓到了 又一次在路上看到 有人在那打架 血流满面 那个鲜血的样子 把她吓到了 所以这个妈妈就求助于一种高科技 这个高科技 其实没有什么神奇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都不叫事 这叫做打马赛克 给这个孩子呢 戴上了一种 特殊的眼镜吧 隐形眼镜还是什么 这个东西 然后他妈妈拿着一个派的 那个东西 类似于 他可以任意地给他的 他能看到他 女儿的眼睛 看到的一切 你知道吧 遥控的 他认为不适合给他女儿看的 他全部打上马赛克 于是从此之后呢 他路过那个狗的地方 狗在那儿汪汪叫 他一看那是一团马赛克 不知道那个凶恶的样子是什么 看着有人在打架 马赛克 不知道那个血流出来是什么样子 就这么在一种乌军的环境当中 温室中长大了 长大了之后有一天 这个机器坏了 结果这个女儿 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跟他妈妈发生争执 发生争执后 他开始痛打他妈妈 打得血流满面 但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他还是带着马赛克的 最后这个女儿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离家出走 跑了 不知所踪 虽然这是一个很文 很很很科幻的一个故事 但是也足以证明 我刚才说的 没有邪恶特征的故事 就是最邪恶的故事 因为你在一种很可怕的 一种粉红色的 小清新的状态 你深深的欺骗了这个孩子 对吧 你让他将来面对 真实的世界的时候 无所适从就崩溃了 圣经没有这个毛病 你如果一个孩子 真的一字不落的 从亲旧约读到新约 他会知道世界上 会有哪些事情 人心的诡诈到什么程度 邪恶可以有什么程度 我们说这是圣经的 无所不包 它成为我们教育的 基本内容 是绝对配得上的 圣经的内容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 我刚才说还有军事 里面好多打仗的 这样的例子 对吧 不光是这个 我还记得以前 在一个外邦人的书里 看到过 一战的时候 英军当时就在中东 这个地方跟 跟好像是法国谁 还是谁的对峙 结果就一天打仗 在那个高地 他们受困 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一名军官 从小非常熟悉圣经 他就意识到 他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 就是当年约拿丹 和菲利士人 打仗的同一个山口 然后他就采取了 后来约拿丹 实际上的一样的战略 就翻过那个山口 好像叫密模 从那个山口就翻过去 骑骑敌人 大获全胜 他照胡卢画瓢 照着圣经的启示 也这么打就赢了 圣经原来那边 有兵法的 是吧 这样的例子 你可以举无数无数个 圣经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它无所不包 它非常丰富 并不仅仅是教你 怎么个人步道而已 对吧 而且司马天还提到了方法 你要爱神的话 你要听 你要记 你要谈论 你要把它绑在你的额头上 记在手腕 绑在额头上 你要写在门框上 门楣上 他要制造一种 教育的环境 无处不在 对吧 然后呢 又要涵盖你所有的时间 你躺下起来 行走 这叫做全日制教育 是不是 也要覆盖你所有的领域 个人就是你的手上 额头上 个人 家庭就是你家的门框上 代表你家 城门上就代表你这个社区 你这个城邦 对吧 他的每一个领域都要有基督教的教育 所以这就已经给出了真正的基督教教育的定义 就是说的全人教育 就是要全面的恢复上帝创造的人应有的那个形象和样式 刚才我讲的四方面 敬拜 团契 道德和理性 是吧 要恢复这些方面 将被最玷污的这个事情尽力恢复过来 当然 教育不能让他恢复过来 是信仰 是救恩 能让这个人从死里复活 但是不是死里复活之后 就让他在那儿 好啦 你有永生了 爱跟他干啥去吧 你是不是还得对拉萨路说 解开他的这些手脚 让他走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后边的事啊 这就是基督教教育的意义 可以说它是践行文化使命必不可少的一个核心内容 所以当我在谈论基督教教育的时候 除非特别指明 我都是在说基督教古典教育 古典两个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说基督教古典教育之前呢 要先说它是什么之前 要先说它不是什么 基督教古典教育不是什么 首先它不是现代公立教育 不是现代公立教育 或者我不如说 其实教育就是教育 本来就不需要加古典两个字 是到了近现代 出现了这种现代公立教育体系之后 它玷污歪曲了教育的核心本质 它说它那个叫教育 为了跟它这种篡改相区分 我们不得不把教育加了一个词 叫古典教育 其实教育就是教育 只有真正的一种教育 就是古典教育 第二个它不是主日学教育 我们说的教育都是全日制的 你如果从小带孩子上主日学 好不好 好 非常好 但是我要说 作为妈妈的影响力 一般来说最多到六岁七岁 这个时候孩子愿意跟着你去 六岁到十二岁开始 爸爸的影响力要开始建立 他可能比较听爸爸的 如果爸爸也说好去主日学 没问题 跟着敬拜 没问题 但是从十二岁开始 如果他不是全日制的基督教教育 他在外边上学 你会发现那些小时候 你主日学的孩子 开始成建制的流失 绝大多数基督徒家的孩子 从小乖乖的跟你去教会的孩子 都是从初中这个左右 是吧 开始离开教会的 因为他渐渐的有了自己的思辨能力 他渐渐的开始被外边的那个思想深刻的影响 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教育一定是全日制的教育 这也就是说 时间上你要有保证 同理 假如一个不要说孩子 一个大人 如果一周的六天半 都是沉浸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世俗文化中 并且以此为乐 然后他只用主日一个上午来听牧师讲道 这个牧养不了他 我记得王一牧师说过一句话说 天天看新闻联播的人 我牧养不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再其次 我们说基督教古典教育不是人文古典教育 在国内呢 有一个叫甘洋 在国外有哈勤斯 这些人都在搞一种像文艺复兴范的那种古典教育 我们得说哈 他很多内容的确和我们的基督教古典教育重合 但他仍然是一个去基督教化的古典教育 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 我们讲的是基督教的古典教育 所以他的完整的一些定义 我也不念了 他在美国日内瓦大学的教育原则宣言中 也包括秋语圣约教会他们 基督教教育宣言 等等这些文件当中 都有很清楚的阐述 不是什么 又是什么 基督教古典教育 所以呢 定义我不多说 你可以去查考这些资料 剩下一点时间 我会对文化使命和基督教教育的关系 特别是基督教古典教育 该怎么实行 做一点讲解 我尽量的让他在20分钟内结束 基督教古典教育当中 最重要的科目 当然我们说信仰是他的核心 对吧 神学 所以在我们教会的学校 我们当然每天有敬拜 有背诵 学习圣经 学习小药理问答等等 好 在这个根基之下 不言自明的根基之下 好像各种学科 也都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要学的 语文 数学 什么什么音乐 美术都有 对吧 其实我想问大家 所有的这些科目当中 最重要的一科是什么 圣经我刚才说了 那是基础 那不用讲 一定有的 语文 你讲语文 对吧 语言 还有呢 大家心照不学的 没有人说数学什么的 是吧 我告诉你这个选项 可能让你听起来很奇怪 最重要的是历史 第二重要的是体育 早上我讲 五月花号那些人 叫圣徒武装商团 对吧 武装的意思就是体育好 能打 圣徒的意思是敬拜 商团 做商业 你才需要的知识最多 你需要对人有深入的了解 对于经济 对于很多的知识 都要有深入了解 这是一个商业人才必备的 对吧 历史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你需要知道一件事 文化使命 刚才说了是根基 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文化使命 毕竟是在时间中 和空间中展开的 而他在这个时空的展开的方式 就叫历史 你毕竟要从 时空当中 看神的心意 怎么见次展开 对吧 每一个领域 都有这个领域的历史 所以你要先了解 这个领域的历史 这是一切学问的根本 我们说上帝的启示 有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之分 对吧 特殊启示我们都知道 基督和圣经 普遍启示呢 就有自然界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叫历史 上帝的心意 就是在历史中 这么渐渐显明的 对吧 所以说历史本身 就是普遍启示 普遍恩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和文化使命 以及文化使命最重要的贯彻方式 基督教教育 密不可分 很多今天中国的基督徒 产生了很多神奇的毛病 我们正在竭力的与一个别的国教会 不会有的问题作战的这种问题 是吧 都是因为不懂历史 都是因为不读历史 他在拿五百年前吵过了的东西 在这又吵架起来 不智慧 所以说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物质 因为很多事情在历史中已经显明了 日光日下真的没有新事 好 所以我们说 在文武两种教育当中 武就是体育嘛 对吧 在文的这个教育当中 历史或许是仅次于圣经 要优先被了解的学问 你讲语文 你要先讲这个文化的历史 讲数学也先讲数学史 讲生物也要讲生物的史 讲哪一科都会最好把这个 它的历史捋清楚 这个非常重要 所谓对历史的尊重和研究 本身就是古典教育当中 古典这两个字的重要意义 所在 所谓古典教育就是读死人的书 让死人教导活人 这个人没死够年头 我就认为他这个书没有经过时间检验 必须死透了 这个书还居然找得到 那就说明这个影响力是在的 他经过了时间考验 对吧 当当每年都有这个畅销书排行榜 你现在有谁记得 现在是18年 谁能记得2008年 那一年的最畅销的书是什么 当当当当不会有圣经的 是吧 那是不知道的 因为那就是一次过而已 热点一出很快消散 都来不及蹭都没有了 是吧 但是真正长盛不摔的一些书 经过了时间考验的 那是很容易找出来的 对吧 就像每一个历史学家叫威尔杜兰特 不是蓝球那个杜兰特 他也叫杜兰特 他说 每100种新思路 其中至少有99种 可能连他们试图去取代的旧传统都不如 所以一个人 无论他如何光彩夺目 见识广播 在他的有生之年 也不可能无所不知 所以他必须对他所在社会的习惯和习俗 做出明智的判断和取舍 因为这些习惯和礼俗 是无数代人在许多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 形成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 所以今天的教育的问题就叫做 盲目跟风一味求心求变 而不说哪不变 所以国外的学校教逻辑学 教你这是亚里士多德搞出来的形式逻辑 2000年了 不变 不变的是什么 再去应对变化 中国上来教你辩证法 一切都在变动当中 用不变看 用变化看不变 所以搞得这么分裂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历史很重要 对吧 那我们首先就花五分钟 我希望我能说完 人类简史 历史的历史 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路径必须知道 让我这样说 人类历史的时间路径 叫做从该隐到罗马 从该隐到罗马 其实在圣经里边 文化使命第一次的隐性出现 就是在该隐被租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是该隐不能种地了 是不是 被流放了 跑到东边 然后他就建了一个城 又建一个城怎么样 然后他的后代里边有好多叫做什么 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这叫雅巴 是吧 还有一个叫油巴 弹琴吹销之人的祖师 土巴该隐 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 等等等等 很明显的告诉你 他家的后代都是搞艺术的 搞科技的 高科技 都是城市文明 建一个城就建一个城 是吧 所以说这种 刚才我们说的文化使命 就是以这种比较神奇的 不好的方式 被这个不属于选民的一族 正在那执行 正在那发扬光大 对吧 最后这个恶的结果 也的确导致了洪水的审判 但是这个不等于说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比如你最简单的想法 没有这些个铜铁利器 这些个知识 方舟都造不出来 对吧 没有他们保留这些来的知识 也被这个挪亚一家学来 人类的文明就不会在洪水之后 还能够再发展起来 他们研究出来的很多知识 那个中性的知识本身 还是有益处的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这是文化使命在这儿 该引这儿先出现的 先出现的 对此呢 提摩泰凯勒有一个很完整的论述 说这种城市文明和文化使命的关系 普遍恩典和特殊的选民之间的关系 再换句话说 方舟上边不光是洁净的动物 对吧 这一点是不是有助于我们理解 是不是也有不洁净的动物 所以说该引的那些知识 你就即便它是不洁净的动物 才也应该保存下来 它也是有意义的 然后洪水过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 叫巴别塔 经文在暗示造巴别塔那个人 很可能就是宁禄 宁禄 世上英雄之首 这个宁禄的意思其实是反叛者 总之巴别塔成了一个神秘的象征 就是象征的那种 想要把人类团结起来 起来不愿意做选民的人们 用我们的砖头筑成一座新的高塔 是吧 这叫巴别塔 所以这种事情 你会发现 他们仍然在抗拒文化使命 上帝说的是 你要分散全地 变满这地 对吧 结果造巴别塔的意思是 我们就不分散 我们要抱团 我们要团结 就是力量 对吧 我们要造塔 你要注意 这都是隐秘的关联 然而上帝恩典太大了 上帝说我洪水毁灭过你一次 现在我不毁你 我只是强行让你分散 强行的让你去执行文化使命 方式就是让你互相不能沟通了 语言变乱了 对吧 让你必须变成多样化 而不是大一统 对不对 也就是上帝喜悦多样化 上帝不喜欢大一统 在这个事上已经体现的非常明显了 对不对 所以文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诞生的 他们从这个巴别塔再往东走 那叫世拿地 世拿平原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两河流域 文明是从两河流域诞生的 你但凡学会一点世界史就知道 对吧 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巴别塔之后 人类的历史出现在正史当中了 巴别塔属于史前史 对吧 所以在苏密尔文明和南部的这个巴比伦文明 他们都是在两河流域当中 两河流域出现了星罗旗部的很多城邦 这个城邦 星罗旗部的城邦就是多样化的一个象征 对吧 今天文明的许多范式和那些美好的东西 都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你今天你做一个雕塑 你做个面具 你远远今天做的东西都没有那个三星堆那个好 三星堆那个又不能跟亚述的那个比 对吧 你就知道这个一些艺术根本就不是在进化 是在堕落 对不对 那个时候的文明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不过呢 人类这个大一统的这个罪性总是说不灭 这些星罗旗部的城邦 后来还是被其中一个邦就叫亚甲 亚甲世俗的叫阿卡德 被这个阿卡德帝国逐一统治 变成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他这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个皇帝叫做撒尔贡大帝 他的这个帝国时间不长 但是在很多方面都是启发了后世的许多大一统帝国 包括亚述 包括巴比伦波斯 包括秦朝 甚至包括苏联 包括拿普伦的帝国 都是精神上的撒尔贡大帝或者巴别塔精神的继承者 这样讲 他有哪些制度贡献呢 第一个就是大一统统一了列邦 消灭了各国统一列邦 第二个自封为神 自称太阳神安努选定的祭司 意思就是自称是阿卡德红太阳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郡县制 原先各邦就像说美国一样 合众国各邦联合 对吧 现在他搞郡县制 这不再是独立的国 都是我们的县市乡镇村 这样 统一国家中央派官吏来治理 这是他搞出来的 常备军 原先人类的这个文明里边 大家都是平常种地 有了打仗的事的时候 临时争调大家都是民兵 是吧 去打仗 结果呢 他第一个搞出了常备军 有一支军队天天就养着 就是为了打仗的 那么你平常是农民 你不怎么训练 你怎么去跟这个常备军去打呢 所以有常备军制度 也是大一统帝国的特征 而且他也搞书同文 统一文字 统一税收度量衡 而且发展经济 大搞基础建设 在国内修水利 修水水渠 搞经济建设 农业灌溉技术 让两河流域的经济 更进一步 大搞一带一路了 就什么这种 是吧 所以就是萨尔贡 后来的继承 他的亚述帝国 更加有一些创新 比如军政府 以军事化管理 那个就叫做亚述时代的主体思想 就是朝鲜的那个玩法 对吧 军事管理 而且圣经里就有体现了 他对被征服的地区的人民 怎么处理呢 迁徙 把你这个人都迁到那边去 别的地方的人 填到这来 湖广填四川 对吧 大家都是四川人 但我可以确定 没有人的四川的这个省级 超过二连年以上 因为你的祖先一定都是胡广 那边来的 当年张献忠把四川杀了都不胜了 已经 是吧 所以说大迁徙 以这个来去治理 因为你一旦这个人被迁徙 离开故土 你到了所在的地方 又跟当地的那个民族 无法融合 你就只能仰赖中央政府 给你各种恩惠 对吧 这是加强统治的好手段 大迁徙 包括行省制度 那是郡县制的扩张 包括说散沙化 不再允许军阀出现 每一个军队都要分成左军右军 就是政委书记 就这样的意思 全部给你分出来 防止用那种世袭大土豪图件 总之 这些个别的技术细节 你可以分析 但总体而言 这些技术细节 都是对文化使命的反动 都是文化使命 所要求做的事情 他都倒着来 就是这个意思 是巴别塔邪恶精神的 一个继承和发展 后世的那些个大帝国 纳粹德国 苏联 等等 都是受他影响的 是吧 所以 后来 这个历史在圣经里中 已经进入了 埃及 那个体制 也非常像苏美尔 像巴比伦 只不过他打不过巴比伦 巴比伦把他灭了 也灭了亚树 对不对 然后 以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讲 以色列是很不重要的 一个小国 你知道吧 对吧 所以巴比伦 后来又被波斯所灭 然后波斯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 讲以色帖记的 那个背景了 结果波斯帝国 迎来了第一个节点 就是他远征希腊 他居然是没有打过希腊 在马拉松战役 萨拉米斯海战 温泉关 三百勇士 等等几次战役之后 弱小的希腊诸邦 你要注意 这又是上帝的心意 诸城邦 希腊的诸邦 对吧 看起来弱小 但是自由 自由的精兵 自由联合 这才叫真正的英雄联盟 是吧 他们联合起来 把这个邪恶的波斯大帝国 打得溃败 然后呢 希腊文明迎来了黄金年代 灿烂的发展 重整了整个人类的理性 就是文化使命中 普遍念的那些东西 科技 哲学 音乐 美术 是吧 雕塑 你看是不是都是古希腊 那个方面 他们把这些都做得非常的好 预备好了 耶稣基督的到来 就好像上帝在整理 那个马草里的干草一样 上帝在整理地中海流域 地中海那个区域 将这些罗马啦 波斯啦 这些国家 都把他们摆成了适合的形状 拼出了一个马草 准备让耶稣基督降生 所以到了后来的罗马帝国的时期 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 之后的事情就属于我们人类的这个 通识了 这是说从 时间路径 叫做从该隐到罗马 从地里的空间路径呢 就叫做从两河到大海 刚才已经说了 人类起源于两河流域 对吧 两河流域 诸邦 各领风遭数百年 这样子 然后呢 刚才又说 这个中东流域 地中海的东岸起初是人类的这个文明发展 亚述 巴比伦 波斯 波斯 依靠这个国力 还曾经想统一欧洲 北上 西进要打欧洲 打希腊 被希腊打回来 从此希腊在欧洲获得了昌盛 希腊其中的一个城邦就叫马其顿 是吧 非常的厉害 亚历山大大地 兴起 反攻东方 又把波斯灭了 结果呢 上帝的心意还是这样的 你太猛了 太牛了 那你就去死吧 33岁 没了 对吧 死了以后 他 欧洲人每次这个节点 真的被上帝很幸运的保守 如果亚历山大大地多活三年 他就会建立一个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帝国 他的帝国就是西到欧洲 东到 已经到巴基斯坦了 就快到中国了 他再多活两年 他把中国都灭了 是吧 但是上帝让他死了 他一死 他的帝国就分成了四个 他手下的四大部将 对吧 分成了四个 所以后来埃及的什么多利买王朝了 这边的赛利欧国王朝了 都是属于他当年的部将 这些王朝呢 分裂的在这互相统治 直到了另一个欧洲的城邦 罗马 兴起 逐渐的完成了对他们的一个统一 这叫罗马帝国 后来就是君士坦丁这种事 对吧 君士坦丁他信主之后 他信主的时候 罗马帝国已经快分崩离析了 因为大一种帝国没有维持能太长时间的 他当不能够对外去拓边的时候 他就必须内耗了 没有地可以供他征服 他就往往里边使劲了 所以罗马帝国就崩溃 不过他非常的幸运 他崩溃的时候 他的身体交给了蛮族 他的灵魂交给了基督教 于是日耳曼蛮族接手了他们的领土 但是这些淳朴的这些蛮族的人 也谦卑的都归信了上帝 对吧 所以才会有那个中世纪 再往前罗马帝国到中世纪 欧洲的诸邦邻里 诸国邻里 各个蛮族都在分别统治 对吧 欧洲成为了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状态 不仅是诸邦对峙多元化 而且还有政教对峙 是吧 宗教权力跟世俗权力之间有一些角逐 就是在这种多样性的演化当中 文明在呈现一个紧喷状态 而曾经好像还不赖的 东方文明就开始停滞了 打一个比方 就是东方的这些文明 就说用武林来打比方 就像是一家的人 他这个门派闭关在家里 从来不跟任何人切磋 就是闭门咱那练 少林七十二绝技咱那练 结果几半年后出关 发现 西方这些人 天天打架斗 都是骑士 硬咳 结果是在这个咳的过程当中 早都已经迅速的积累了 无数的实战的功夫 跟你这帮自以为是高手的 两个罩门 两个回合就被你打趴下了 所以欧洲的这个文明后来 运用基督教的加持 是吧 又有这种圣骑士的这种能力 又有满足自来就有的 这种武德和风骨 所以他们在欧洲 虽然征战不休 但当地理大发现一来了以后 每一个欧洲出来的巨人 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都是横扫 他们之间互有胜负 西班牙 法国 德国 这个英国 荷兰 不见得谁就 常胜将军 对吧 但是其中的任何一支 去打亚洲 非洲 美洲 都毫无压力 在实战当中成功了 再换句话说 金庸的五条小说 有时候给了一个错觉 你以为 好像是最厉害的 就是那些名门正派 武当了 峨梅了 少林了 其实我告诉你 最厉害的应该是 他提到的像 《天龙八部》里有一个 什么72岛岛主 什么36洞主 我告诉你 那种混战的地方 才是最初高手的地方 他天天打的 实战经验多 对吧 所以欧洲是这样 发展起来的 后来他就进入到了 今天你称之为 世界的文明 你看到的一切 都是那边来的 用亚伯拉罕 凯伯尔的话说 这是著名的一个 加尔文主义者 对吧 他讲上帝在全地都掌权 他说上帝的普遍恩典 文化使命 怎么运行呢 就是上帝在 哲学和理性方面 就是拣选了希腊人 换言之 基督教没有必要你 非得研究一种 就所谓基督教牛肉面 没有必要研究这个东西 谁做的好吃 你就吃人家的 那是上帝给他的普遍恩典 对吧 所以基督徒想学 哲学理性逻辑 你一样要跟希腊人学 这就是我们开形式逻辑课 为什么是 亚里士座的教材 对吧 这个原因 他说罗马就在政治和军事等等制度上被神拣选 沿用他这个话 我也可以说大英 当年的大英 也可以说是在宪政这个方面 欧洲是在科技等等这些方面被上帝拣选使用 对吧 意大利可能是被艺术的方面被神拣选使用 总之你发现都是在欧洲出现的 对吧 这些文明 今天你称为文化使命文明的一些组成部分 都在那产生的 有人还说那中国呢 中国可能在饮食方面被少帝拣选 天堂里想要吃火锅要找四川人 是吧 我深深的这样相信 如果还要吃饭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个种族技能 会做饭会种菜 是吧 横行世界 到哪都可以吃 到哪任何一个中国人 在这什么都不是的人 跑美国开个餐馆没有问题 对吧 就能够用这些天生的种族手艺就来去成功 黑人我觉得可能是在体育方面被拣选吧 跑得快了 跳得高 打拳比较猛 这样子 音乐 嘴唇子厚 嘴不快 是吧 那Rub说的 是不是 所以总之你会发现很明显上帝在各个民族当中都有这样的一种拣选的一个恩典在 好 说了这些的意思是什么 也像凯巴尔所说的 他说西方文明的主流其实 这不是他说的 这是我说的 就是 其实可以叫天清西北 地陷东南 好像上帝 好像上帝特别偏爱西方 截止到目前他把文明的主要成分都是给了西方 这里的西方主要指的是欧洲加上后来的美国 对吧 所以天清西北 地陷东南 用凯巴尔的话说就是人类文明的主线 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就是发源于两河流域 然后向西流淌 经过了亚兰 经过了以色列 菲利士人的地 在地中海的周围开始扩展 所谓的希腊文明也是来自于中东的后来那个菲尼基人带去的 我们知道米诺斯文明这些东西 对吧 也是在地中海的周边 特别是他的起初是东岸 后来就是北岸 是吧 去开始繁荣昌盛 这叫希腊罗马 然后希腊罗马分别被基督教和蛮族接收了之后 又再次的向西北去飘移 所以最后就成了西欧北欧 好像成了人类文明的精华 你细说一下 你要想了解文明的历史 你最应该看英国历史 这个非常有意思 而且让你非常看得非常感叹 他的每一次要选错的时候 想要变大一统王国了 想要走向一个不信主的道路了 想要做一些个糟糕的选择的时候 都很神奇的被神护理 把他掰过来 又走到正路上 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 哪一道选择题 在可能做错做对的时候 都选择了错的这个答案 所以你累积出来 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他那边就成了被神拣选的另一个样子 好 说了这一切的意思 是想告诉你 最后总结成一句话 基督教古典教育 不是中国古典 不是四书五经 你要从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史的角度知道 上帝是怎么在人间显明他的文明 文化使命等等 包括信仰的载体 对吧 信仰的载体就是西方文明 所以我们的古典教育的核心是那些经典的西方著作 不是西方的都对 更具体的来说 俄国和德国和法国和英国是不同意义的西方 当我说西方的时候 不如更具体的说是英美为代表 其他的有辅助 对吧 越到东方这个地线东南的倾向越来越厉害 这种文明失传失真 这种现象越来越厉害 上帝的心意当中是这样的 所以时间所限就不在分科来说这些 每一项该怎么学 只是从一个大的框架下 从圣经来说你必须要搞基督教教育 从圣经来说你要搞基督教育 然后我们剖极了古典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古典是什么意思 好 我就先分享到这儿 我们休息十分钟 接下来是一个问答的时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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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